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王熙逸的过去 本来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 你这些是懂不掉的 只有你 真正的坦然面对过去 你才可以真正的走出来 传诚 传诚 为什么只要看到这两个字 我就忍不住想到跟他有关的过去 那段有小西米的往事 江欣 是我 迪伦 进来吧 门门锁 还没吃晚饭吧 来 我给你买了晚餐 试试吃 听说这家特别特别好吃 来 我去找过他了 你为什么找他 想帮你摆脱这个困扰啊 想帮你摆脱这个困扰啊 他说 他尊重你的想法 你可以放弃这个案子 可是我现在放弃了 不就等于我这三年的努力 都白费了 你确定 你真的可以啊 如果不能逃避 就只能勇敢面对了 我不想想起自己 好啊 既然你决定真的这样做 那我也只能顺着你的思路 继续往下开刀呢 跟王熙逸的过去 本来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 你这些是懂不掉的 只有你 真正地坦然面对过去 你才可以真正地走出来 不然不管你在王熙逸面前 多么地耀武扬威 你心里也知道 你还是怕他 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 提这种伤心的往事 但是正因为你之前 曾经有过小西米 有过母亲对孩子的思念 所以你对生命 比别人多了一份了解和珍惜 而且从客观角度来说 这里除了你 没有谁更适合这个工作 客观地把这个项目 当成是一个工作 王熙逸呢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甲方 可是他对我来说 就不那么普通啊 那就 不那么普通的甲方 你会让我来说 一点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加油 那我努力试试吧 这都凉了 快吃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